一口气讲清楚吉利汽车 2024年QG吉利销量大暴涨 达到73.84万辆 同比增长27% 凭借这一成绩 吉利从中超车比亚迪 几身全球销量全程车骑宝座 曾经吉利也是四组一哥 连续五年拿下四组品牌销灌 但却被比亚迪新能源弯道超车 人影三年后 曾经那个吉利又回来了 而创始人李舒福更是一个传奇 开极一个版 放牛娃出身 赤犬打天下 从收购货货到奔驰戴姆的最大股东 李舒福今年又收获了 路特斯极客两个IPO 手握九家上市公司 你给翻一翻 汽车狂人 为什么今年吉利可以一军突起 重返巅峰 吉利究竟有多少汽车品牌 多少技术价格 哪些值得购买 资本加产业的运作方式 能帮助吉利成为中国版大众吗 吉利今年销量大暴涨 和鱼多现开花 多生孩子好打架战略 网友调侃恐怕是吉利高管 也很难一口气背清吉利旗下的 20多个死品牌 或者讲明白品牌架构 你怎么睡得早的 目前吉利的内部划分里 吉利主品牌领克瑞兰 宝同汽车都归属于 吉利汽车集团下 沃沃吉星归属于沃沃汽车集团 除了之外 吉利还有吉克路特斯 曹操汽车 远程汽车 吉利雷达 伦敦电车汽车 风液汽车 汉马汽车 欧灵汽车等死品牌 他们都归属于 不同的汽车集团下 但所有的集团公司 最终又归属于 最大的母公司 浙江吉利控堵集团下 这里面很多品牌 可能大家都是 第一次听说 没关系 这里博主已经整理了 一份品牌分级图 帮助大家下次在路上看见 就能轻松认出来 简单讲 吉利集团旗下品牌 按照价格 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级别 高端系列 路特斯 定价66.8至 123.8万不等 以及还有顶级跑车 Ivaya 其售价2188万 中高端系列 吉克 领克 莫莫 吉星 其他均为入门系列 但如果你认为 吉利仅仅是造车的 那就太小看它了 吉利的商业版图 马云听了都得自愧不如 吉利有自己的摩托车公司 立番摩托和前江摩托 出行服务公司 曹操出行 以及石锁自己的培训学院 吉利学院 浙江剃车职业技术学院 江谭理工学院 甚至自己的商业航空公司 时空道理 并且李舒服还持有戴姆勒9.69%的股份 入股阿斯顿马丁收购魅族 因此于米洪也评价 李舒服是全中国最接近马斯克的男人 同样横跨手机汽车卫星三大领域 李舒服在2010年 蛇吞象收购沃沃尝到甜头后 就大搞资本游戏 合纵连亨 所以李舒服才是真正活成了 许皮带理想的模样 倒车就是买买买 呵呵呵 圈圈圈圈 所以说今天的吉利是妥妥的技术大牢 但在早期他也是靠低价和超齐发家的 早期吉利造车 最难的都不是缺技术和人才 而是汽车只能三大和三小 有准身正的国家队才能造 路上跑的都是合资车 民企业连进去的门都没有 但李舒服就不信这个先 走一回路线 先造摩托车练练手 没有三箱车的资质 那就挂羊头卖狗肉 用两箱车资质猛混过关 李舒服还满世界买车 但买回来都是杂 一个零件一个螺丝拆下来研究 试图用最简单的方式弄明白汽车复杂机械原理 于是便有了那句名言 吉利一号便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造出来的 用红旗的动力总员 用红旗的转向 自动系统 旗号大灯就是买奔驰的 前列也是买奔驰的 方向盘 我记得也是买奔驰的 不过这肯定是违法的 所以很快就被调停了 当然早期 比亚迪也是这样逆向研发起家的 比亚迪的第一款自主研发车型 F3就是一款逆向研发风险花冠的A加迪常用车 花冠的前列 背度的尾部 背驰的腰线 用逆向研发的方式造车 相比于自己从0到1摸索 至少能节约三分之一的资金 李舒服造车的初衷 是要造出老百姓都买得起的汽车 那时候汽车是妥妥的奢侈品 一辆桑塔纳就要十七八万 最便宜的夏利奥拓都要十万块 李舒服在个人文章中写道 八大国家一年工资就能买一辆轿车 而我国当时人均收入 三年都买不起一台车 但他要做的是 让中国人一年收入 都能买两辆自主品牌轿车 那之后 一辆吉利只要三到四万就能买到 虽然质量差点 但确实是真的便宜 并且吉利也一直都有自己的跑车梦 03年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跑车 吉利美人豹 虽然性能上跟跑车毫不沾边 谁都跑不过 但至少人家在那个年代 就有魄力造两门车了 如果没有当初的美人豹的开路 恐怕也不会有现在领克的WTCR三连贯了 但今时早已不同往日 今天的汽车是既要便宜还要能打 技术也不能落后 否则分分钟 比亚迪教你个人 哇哇 吉利的第一次技术大飞跃 很大程度来源于收购哇哇 2010年3月28日吉利以18亿美金 收购了沃沃百分之百的股份 当时的吉利可没有今天这样财大气粗 还只是创业阶段的穷小子 而沃沃却是高贵的北欧公主 2009年时吉利的营业额收入是 140.69亿元 净利润11.82亿元 而沃沃2007年收入是 106亿美元 二者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吉利也没钱支付收购款项 而是疯狂借债130亿 一股子缩哈 缩哈是一种智慧 才拿下了沃沃 这件事情非常有利于吉利的高端化 李舒福长期以来的私人助理 宁树勇先生 见识在得知吉利要收购沃沃 中国要拥有自己的全球性豪华品牌后 毛遂之鉴加入了吉利 不住沃沃踏上了品牌复兴之路 另一方面沃沃的很多技术 也能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 用在吉利车型上 比如像车内空气质量控制系统 以及GX7安全革新技术 今天吉利很多车型 都有沃沃安全技术的支持 前段时间领克08意外 跌入了60米的悬崖 但车主一家却仅仅是擦伤 死里逃生 今天越来越多车企都打出 安全就是最大豪华的口号 但这一领域 吉利和沃沃才是走在最前沿的 在沃沃的帮助下 吉利还掌握了模块化造车 这门高难度技术活 所谓模块化造车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 就是车企想偷懒 每款新车都单独设计 单独制造那多累啊 如果可以把很多相关零部件 符合在一起 成为模块 比如发动机总成 变速箱总成 悬架总成 这样在设计新车的时候 只要把各种模块 像搭积木一样 自由组合起来就好了 把过去考虑几万个零部件 变换成几个模组的组合 这样效率自然就高了 大众的MQB平台 丰田的TNGA架构都是如此 沃沃自己是SPA平台架构 是专门针对旗下中大型车研发的 沃沃XC90 S90 S60 XC60 均是采用SPA平台 但就在吉利收购沃沃后几年 因为经济危机 高油价叫人叫苦不迭 大型车是真买不动 反而是小型SUV越来越流行 沃沃当然也是想吃这款蛋糕 所以便和吉利合作 打造专门针对中型车的CMA架构 这一架构成为了吉利内部 最重要的平台架构之一 沃沃XC40 吉利新月都是基于此平台打造 覆盖了A0至B级车型的开发 后来吉利的工程师们 又把当时做CMA的经验 无缝导入境BMA架构研发上 Spovo的技术也被吉利真正消化融合 经过多年的发展 吉利内部目前共有四大架构 CMA BMA SPA SEA 不同平台架构没有优缺点之分 只是针对对应的车型级别不同 这里也科普一下 国内根据车型尺寸的不同 将车型划分为六个级别 车型尺寸越大价格越贵 A00级 A0级 A级 B级 C级 E级 以吉利集团品牌车型为例 A00级车有吉利熊猫mini A0级车有几何E营火虫 A级车有新锐地豪宾锐 B级车有吉利博锐 C级车有极客001 D级车则是吉利今年在北京车站 亮相的全尺寸SUV银河L9 非常特别采用了对开门加翼展门设计 内部也非常未来感 中间只有一个位置 然后第三排是环绕式 类似沙发一样的座椅 非常大和舒服 但具体量产版本如何 就等正式发布上市了 ZMA架构是专门针对中型车设计的 SUV双门轿袍多种产品型号 领克品牌里01,02,03,05 均采用CMA平台架构打造 是吉利内部采用该平台最多的品牌 BMA则是针对A0至A加级区间车型研发 吉利宾越,吉利宾锐和Icon车型 均出自此架构 SPA前面也说过了 是沃沃的专属架构 沃沃XC90,S90,S60,XC60 均是采用SPA架构 不过有一个例外 就是领克品牌的旗舰车型 领克09 也是SPA架构打造的 SEA则是目前吉利内部最重要架构 也承载着吉利的未来 它是吉利旗下第一个纯电专属架构 花费四年时间 投入了200亿美金打造 这个收入超过了 吉利2018年,2019年,2020年,3年的研发投入总和 目前采用SEA架构的车型有 吉利线,银河E8 迪克线,001,007,009 沃沃线,EX30,EM90 吉星线,吉星4 乃至路特斯的Eletra 以米亚可见SEA架构 涵盖着车型之多 涵盖品牌之广 并且完全基于SEA架构打造的 吉克品牌也成功赴美上市 上市首日股价便暴涨34% 最终收盘市值为68.98亿美金 吉利在SEA架构上的研发投入 最终能通过二级市场赚回来 不过相较吉克第二轮130亿美金的估值 而是下降了快50% 不过大家别看今天 吉利在新能源之路上有多风光 当初转型也是走了很多弯路 吃不少苦头 李叔福早在2015年就提出蓝色吉利行动 幸好在2020年 新能源车型的销量占比超过90% 这个flag算是立的太大了 即使今天吉利的占比也才40% 吉利选择入局的时间点也是正确的 未来小鹏都是成立于2014年 理想则是2015年 吉利转型跟魏小李诞生是同一时期 方向肯定没错 但是吉利压错了技术路线 没有选择走插混 或者打造纯电平台 而是做了油改电 但后来油电混动汽车 是无法享受新能源优惠和补贴的 因此车型竞争力大幅下降 而同时期的比亚迪 却在研发刀片电池和DMI插电混合平台技术 也正是这一技术 让曾经的小弟比亚迪 仅一年就把连续五年销灌的 自主一哥吉利挤了下去 要知道吉利2017年 问题国内自主品牌销灌的时候 总销量124.7万辆 而那一年比亚迪才刚刚突破40万辆 到了2021年 比亚迪也才73万辆 但仅仅一年 2022年比亚迪的销量就如坐火箭似的 一飞冲天 来到186万辆 狂增155% 之所以销量能如此狂飙 得益于政策的补贴主导下 国内新能源渗透率逐渐攀升 从2020年的5.8% 猛增至2022年的28.2% 吉利可谓是起了个大早 赶了个晚机 也做出了转型的黄金时间 但转型一定要做的 不仅仅是消费者市场要求 装积分政策也迫使车企 需要迅速转型 双积分就是平均燃油消耗量积分 加新能源汽车积分 如果得分为负数 就代表不环保 需要平产高油耗产品 或者向正分企业购买积分 特斯拉和比亚迪就是正积分最多的企业 光是碳积分交易 就让特斯拉10年时间狂赚54亿美元 而2020年时 吉利和吉利豪勤的负积分 合计可以高达147.3万分 而当时一分的平均交易价格为12.4元 2021年 积分价格甚至一度飙升至3000元每分 购买碳积分哪怕对于一家车企都是天文数字 因此吉利的策略便是先停产 盈利不佳企业 并且在全新纯电 混动系列还没研发出来 只能多推出些油改电产品 不求赚钱只为赚积分 这对于当时的吉利就像是恶性循环 1.0计划失败后 吉利又在2021年推出了蓝色吉利2.0 逐建全新公司架构 专攻纯电智能汽车 看领克的ZERO概念车不错 下一秒 就是吉克了 吉克妥妥的吉利大宝贝 可以说是开局王炸 不仅李舒福亲自挂帅 还将过往吉利在研发技术上的积累 不留余力整合进了吉克体系 包括SDA架构 便是在吉克001上首发 更是让吉克收购了CEBT研究院的百分之百股份 意味着吉利集团大部分技术 都将为吉克做支持 吉克001自然不负众望 长期稳坐 30万以上纯电车型消灌宝座 多品牌战略对于吉利而言 是一把双刃剑 初心可能是多生孩子好打架 但执行起来却很可能演变成多生孩子自己打架 各个资品牌间相互争抢资源 简直不要太常见 10万元价位SUV车型就有远己博越 技豪逼越 让消费者眼花缭乱 品牌之间 几何和枫叶价格区间重合 且都为纯电小车 最终枫叶便被集团血藏了 给几何让路 让前面倾注的资源也都浪费了 吉利各个品牌之间都不是全资控股 利益结构错综复杂 比亚迪 腾氏 方辰报 仰望系列 都能基于其母品牌的支撑 借力消费者的信任迅速打爆市场 不过吉利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吉利总裁安聪慧 在电动汽车百能论坛上表示 新的一年吉利要协同创新 成为新的元时代的大众 大家觉得吉利有可能做到吗 博主觉得实现可能真的很大 自1997年吉利汽车成立以来 林书福从没有资源没有背景 事权打天下 一步步成为今天全球最大汽车公司的掌门人之一 收购沃沃让中国车企 提次扬名天下 用领克资品牌反向输出欧洲 为其他车企出海力下标杆 而吉利也是国内车企里 真正热衷于赛道赛事的车企 从吉利美人报到吉利方城市公开赛 乃至入股阿斯顿马丁 我相信将来吉利一定会进军F1赛车领域 高端领域 吉利有路特斯沃沃撑场子撑面子 而平民市场 吉利也能做到跟比亚迪互搬手腕 这个成绩真不简单 回想当初吉利汽车什么都没有 在压力和歧视的夹缝中 硬是闯出了一条没有外缘的 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路子 从没有技术到借鉴技术 从意向研发到自主研发 从没有人才到引进人才 从没有市场到寻找市场 最终找到资本家产业的运动方式 吉利就像咱每一个普通人 虽出身平凡 但身而不凡 不甘平凡 是吉利与所有普通人共同的性感 好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真的是用心满满的一期 如果你还想听更多有趣的汽车产业故事 欢迎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这是自主还会突然押金的Oper 出场价200元 这是新28大杠 售价700元 而这是一众还法车队 还在用的闪电S-Works Trama SL7 价格直接突破10万元 但这并不是个例 这个价位的公务车还有很多 都是一个架子两个轮子 自行车凭什么卖这么贵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深挖 这些顶级公务车的秘密 我们之前的视频讲过 决定一辆自行车价格的 就是车架轮阻套件 当然服装也值钱 但这个就没有上限了 像Konago的黄金C68 自行车圈知名的崔克蝴蝶 以及还有爱马仕的自行车 这种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 而一台自行车之所以能卖到10万元 是因为它使用的材料 真的达到了军工或航天级别 这可不是什么 咸鱼女生自用99星军工飞矿690战术和弦卡 而是真军工航天级 一发就可以摧毁 在自行车圈流传着一句话 想知道自行车的级别 看套件就对了 目前国内主流的套件品牌 分为喜马诺和苏联 这里我就以喜马诺为例 喜马诺的竞赛套件分别为105UTDA 这三大套件如果不细看的话 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但DA却是最轻 以及使用碳和钛纤维最多的套件 为了最直观的了解 喜马诺竞赛级套件的区别 我也简单整理了一份 105UTDA部件的重量表单 有需要的大家可以暂停观看 在手边上 DA和UT变速感 使用碳纤维增强塑料支架 和碳纤维变速感 而105则采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支架 和铝质变速感 这让DA比105轻了73克 105的曲频采用的是 一体式的链轮设计 内链轮和外链轮一起击加工 通过花件连接在一起 而DA的内链轮是两个独立的部件 这允许更多的材料进行击加工 减轻重量 这让DA的牙盘会比105轻69克 飞轮105齿轮组 使用的铝质中轴和镀镍钢锁环 将较大的齿轮固定在一起 UT齿轮组通过碳铝质中轴 和阳极氧化铝锁环减轻重量 DA则是更进一步 五个最大齿轮都有泰制程 让DA比105轻了108克 总的来说 DA相比105去除了多余材料 使用了更轻的材料来减轻重量 炮件对于骑行感受的影响 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事情 但DA肯定就是喜马诺 当下无妥协 性能最高 重量最轻的公路车组件 车架作为自行车的主体 想要追求清亮化 就得用碳纤维 但碳纤维同样也是分级别的 一般来说分为标准磨量 中等磨量 高磨量 标准磨量是最常见的碳纤维种类 代表为东立T300T700系列 刚度是最低的 但是它依旧比铝 在刚性和清亮化上强不少 多用于入门碳纤维车型 以及头管周围的高硬力区域 和下管等区域 中等磨量的代表为 东立T800T1000T1100系列 比前者刚性更好 但也更贵 多用于高端车架上 如坐管上管下管和头管的一部分 高磨量的代表为东立的M系列 比前者刚性更好 但牺牲了一定强度 一般来说高端车架中 可能会有25%的高磨量碳纤维 用在需要额外横向刚度的区域 如下管坐管等 公路车可能倾向于选择中等 或高磨量以增加刚度 3D可能选择标准或中等磨量 以提供更好的抗冲击性 具体情况会根据不同品牌 不同产品而定 就拿目前唯一一个 拿过15次还法冠军的皮纳来说 多克马F车架使用的 碳纤维是综艺的T1001 也是目前设计上 顶级的碳纤维之一 抗拉强度达到了7000M帕 抗拉磨量324G帕 分别是铝驾自行车常用的 6系铝合金的24倍和4.7倍 其产品定位于 飞机主成立结构 火箭等场景 前段时间 美国Overair的Bartfly原型飞机 就是使用T1001 不过自行车品牌一年所使用的 碳纤维总量并不多 可能还不到三架 波音787科技的用量 世界知名自行车赛事 还法 最早推出碳纤维车型的 应该是1986年 格雷格勒蒙德的 Look KG86 单从外观上来看 这台自行车和当时的 铝驾车型几乎一模一样 但重量整体却轻了一公斤 这对于职业赛场来说 想输都难 毫无疑问 勒蒙德赢得了 89和90年的两架还法冠军 不过真正把碳纤维在 还法赛场上发扬光大的 还是崔克以及 气垫罐的药神阿姆斯特朗 虽然服用兴奋剂可耻 但也不可否认 设计上最贵的 八辆复兴车中 有四台是崔克 而这四台崔克 都是阿姆斯特朗的作家 以及它也确实 大范围的普及了 碳纤维在自行车 直接赛场的使用 崔克所使用的 碳纤维名为OCLV 目前顶级为OCLV800 这里的800 并不是东力的T800 而是崔克自己的 碳纤维技术标号 虽然说这个技术 是崔克的机密 但我依旧还是 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OCLV是崔克 与一家平平无奇的 Videos Engineering公司 合作开发的 如果你是一个航空民 那么或许听过 这家公司的一些客户 空客 波音 全世界最大的国防承包商 洛克希德马丁 世界上第四大军工生产商 最大的雷达制造商 诺斯洛普 格鲁曼 最大的飞机发动机生产商 通用电器航空等等 再次改变自行车赛事格局的 则为1992年的莲花工程 莲花工程首次将空气动物学设计 融入到了自行车设计中 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自行车样式 这让克里斯伯德曼 在1992年成为72年来 第一位在奥运会上 获得自行车金牌的英国人 在环法赛事上 UCI为了安全考虑 设立了6.8千克的重量限制 这既是为了公平 也是为了保障选手的安全 关注赛车运动的朋友 应该听过WRCB组 这是一个对参赛车企几乎无规则无限制的 拉里赛总结 当时的兰奇亚为了和主宰该赛事的奥迪竞争 就尝试各种方式进行偷轻 甚至在防滚架上就手脚 一般来说赛车的防滚架都是钢材 但是兰奇亚为了偷轻 使用了相对更轻也更软的旅材 将选手的安全抛之脑后 最终B组也因为赛车事故 最终被国际气垫取消 但以目前的技术水平 还是能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将重量控制在6.8千克以内的 比如闪电就为此推出了ASOS车型 使用的便是闪电自家的FACT潘行为技术 其中12R为最高级别 将整车重量做到了5.9到6.4千克 在我浏览这些顶级自行车品牌的官网的时候 发现一个自行车的新品类 电踏车 就连环法之王皮纳也有电踏车系列 Nitro 说明未来电踏车肯定也是主流的自行车车型之一 像自行车王国荷兰 在两年前电驻力的渗透率就超50% 这个品类最近也开始在国内涌现 核心原因是经济水平到了 如果我们把整个欧洲的GDP拉出来 就会发现 人均GDP略低的法国意大利 整体电驻力渗透率就是比荷兰类似更低 在2019年的时候 国际自行车联盟UCI 也将电驻力3D车列为世界杯赛程一部分 前段时间在西班牙的WES赛段上 一辆搭载八方M510的整车 就获得了EMTB的第三名 当然电踏车肯定是无法取代自行车的 只能作为自行车的一个品类 毕竟二者的乐趣完全不一样 而且核心的一点在于 人啥都可以不服 那就是不能不服老 20岁爬个坡还个湖 还个中国那都是轻轻松松 40岁之后再想跟上年轻人的节奏 就可能有些困难了 而且对于山地和速降汽车来说 电踏车也是福音 放坡有多爽 上坡就有多累 爬过山的都懂 但电踏车作为自行车的一种消费升级 也不是闭着眼睛买就可以了 同样需要慎重 因为从结构上来说 电踏车在自行车的基础上 多了电机电池仪表三大部件 其中最为核心的便是电机 电踏车采用的电机 大致同为两种 整合在轮毂中的轮毂电机 安装在车架五通处的中置电机 安装轮毂电机并不需要对车架做任何改装 不同于中置电机受限于体积 零不见 轮毂电机更容易做出大功率 因此很适合发烧有DIY改装 缺点在于黄下质量偏高 以及无法做的和传统自行车一样 改装升机 中置电机因为设计在五通处 把所有的传感器都集中在中置箱内 击用一条电线伸出去 电解到车把仪表 其他地方都和传统自行车一致 可以随意更换套件和轮座 但缺点比轮毂电机贵 目前国内因为电踏车 同时符合碳中和和品牌出海两大趋势 但不少产品力不行的企业 都拿到了投资人的资金支持 整个市场有些鱼龙混杂 最明显的地方就是电机不跟脚 电机太快会有种踏空的感觉 太慢又会有一种拖拉感 只有恰到好处的助力 才能人车合一 但要做好人车合一的关键 在于电机的传感器 目前行业内的最优解 就是利用磁电转换原理的 一举传感器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检测踩踏的力道 来判断需要给到多少助力 随着传感器的响应速度 可以做到毫秒机 几乎零延迟 其心体验更加自然 目前能掌握 利举传感器的企业不多 只有博士八方喜马洛等品牌 具体到产品 比如八方M820主打轻量化的公路 M510主打大扭矩的山地等等 我也顺带看了一下 国内的目前在售的一些电踏车产品 也根据不同价位 整理出一个推荐购买的 电助力车型和品牌 综合来看 在一到两万这个价格区间 可以看看宇宙E-Bike布鲁莱斯 两到三万 迪卡农宇宙E-Bike布鲁莱斯 混逝三万以上 可以看看炎阳动力 这些品牌都是不错的 详细车型和价格 有需要的大家可以暂停观看 接着说回顶级自行车 只要我们时速超过了25公里每小时 最大的阻力便是风阻 风阻与物体表面积风速 物体形状紧密相关 所以轮阻的形状尤为重要 车轮在转动的过程中 气流会从轮阻中高速穿过 传众轮阻因为没有针对空气动力学进行优化 截面是平整的 受力面积更大 但是碳纤维的可塑性极强 可以做成刀型设计的同时 重量还能更轻易 阻力系数更小 破风高速形象能力强 就拿闪电的顶级旅轮 Nobal Control一对1690克 而Nobal Repi CLX1400克 足足轻了290克 轮阻作为皇下质量的一部分 对于爬坡时体验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 可能从入门探轮升级到顶级探轮 在感觉上来说没有那么大的提升 但是旅轮换圈探轮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也是不少进阶起手首选更换轮阻的原因 这里我也放一张图 是众多轮阻在风动测试的数据表 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 不同的轮阻在理想条件下的测试成绩 可以作为大家的参考之一 之前我也和高端自行车店进行访谈 并且也走访了线下龙头碳行为工厂 负责人对我说 碳轮对生产工艺的要求是很高的 碳行为长丝的粗细约为0.01毫米到0.04毫米 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粗细的一半 在把这种长丝编织成碳布后 还需要用工具和机床将碳布裁成需要的大小 堆叠覆盖到模具上 最后再高温烤制 而轮圈成型后 还需要钻孔打磨喷漆等工作 一般生产一个轮圈需要15到30年时间 正是因为这些复杂繁琐 并更加严苛的制作流程 导致碳行为会有比铝合金更高的报费率 正常来说 不合格的碳行为制品都是要强制报费的 但是总有部分厂家为了赌不会出事 通过闲鱼以高性价比碳轮碳价精英售卖 但是这种品供不合格的产品 很有可能在多次行星中出现断裂导致摔车 而在公路圈中流传着一句话 全球碳行为看中国 中国碳行为看厦门 就导致很多不合格的碳制品 被蒙冤冠上了厦门碳的名泡 这一点我还是觉得有必要给厦门证明的 目前公路车圈的顶居轮王应该是lightweight 一对轮阻的售价就超过了5万元 都能赶上一台武林红光迷尼V了 它之所以能这么贵 得益于其独特的V型结构 碳行为花骨和标志性的碳行为服条 以及超清的重量 而且老王为了确保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 放弃了申请专利 这事件是很难理解 但人家确实就是这么干的 因为申请专利就需要披露产品的制作方式 这就给了别人绕过专利的可能性 当然不申请专利也和老王使用的碳行为 是军工级别的有关 老王隶属于Visler集团 主要生产复合材料制品 该集团分为航空部门 农业部门 自行车运动部门 航空部门可以承接一些政府的卫星项目 来获取部分其他企业难以获得的材料 自行车部门便由这些材料制作出了lightway 当然顶级自行车除了材料好以外 各自的顶尖技术也同样重要 比如推克马东标志型的大洞 在视频的前半部分 我就有说过 骑行最大的阻力来自于空气阻力 而这些阻力主要来自于 骑手后面的穿流尾流和低压涡流 通常腿部的运动会导致 坐杆区域周围的空气产生大量穿流 其中很多会溢出到腿部周围 增加了那个至关重要的尾流大小 而推克的这个动能目的 是为了将骑手前方快速移动的空气 引导到紧挨着骑手后方的低压区域 和缓慢移动的空气中 从而减少空气阻力 再比如Bianchi的Countable技术 简单来说就是在碳行为夹层中 有一层专门用于吸收振动感的 粘弹性材料 根据Bianchi自己说 可以减少高达75%的路面振动 从视频中的乒乓球振动幅度 也能明显看出简真的效果 并且最终Countable也被运用到了 NASA的航天技术中 在当下社会 人们越来越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体验 一辆好的自行车 确实能带来更好的体验 让我们不能忽略 自行车是一种运动方式 是我们与大自然互动体验世界的工具 选择一款符合自己预算和需求的车型 骑上它 深入大自然的怀抱 感受每一个瞬间 享受途中的每一缕风 每一片叶 让每次骑行都成为一次与自己对话的里程 将其看作是一次心灵的放飞 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我们帮刚上班没多久的朋友们 筛了八款车 供大家参考 如果有其他的推荐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补充 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 第一辆车是雪铁龙世家 标志308 因为这两辆车用的同一个底盘 所以我就放在一起讲了 这两款车大致分为1.6升和2.0升两个版本 都是L4发动机 最大马力分别是117和140起 1.6升的版本在起步和爬坡的时候会略显吃力 不过得益于法国底盘的加持 正常行驶的操作感还是比较给力的 空调的制冷效率偏慢 可能需要几分钟温度才能降下来 车主们的平均油耗在7.8升左右 世家有两箱版和三箱版 三箱版的后备箱容积为481升 两箱版只有318升 而308的后备箱就要比世家大一些 有565升 一个标准的28寸行李箱大概是100升 所以在日常使用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世家的一表盘则在中控 并且方向盘设计成了内圈固定 外圈转动的形式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保证安全气囊永远在最佳的位置 而308则是偏向主流设计 没有那么个性 但308在外观设计上要比世家更年轻 运动一些 总的来说世家和308各有各的优点 如果你想要有不一样的体验 可以考虑入手世家 如果是纯小白的恋型车 那么还是308会更好一些 毕竟308的设计更偏向主流 第二辆车是标志301 雪铁龙爱丽舍 同样这两辆车也是用一个底盘 301和12年以后的爱丽舍可以说是孪生兄弟 这两辆车同样采用1.6升L4发动机 最大马力均为147 起步较为吃力 愿意给油门会好很多 得于底盘优势 高速行驶很稳 但是车子隔音较差 拍照比较明显 不过在低速行驶的时候 因为方向盘电动助力 转向不会太费力 后备箱的容积为485升 在外观方面 301更显年轻 而爱丽舍则偏向于成熟 但爱丽舍的保有量比301高 在维修成本上会相对便宜 它们在内饰上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了 两辆车的车主们的平均油耗 在7.2升左右 第三辆福特嘉年华 这个价位可以买到13年左右的 嘉年华搭载1.5升L4发动机 最大马力110 分为两箱版和三箱版 后备箱容积分别为270升和470升 车主们的平均油耗在6.8升左右 嘉年华的方向盘指向较为不错 在操作上比较灵活 不过发动机偏向高转发力 市区行驶起步较为吃力 底盘也偏低 后悬架偏硬 过节奏带可能不会太舒服 在外观上 嘉年华的前脸设计偏运动 较为前卫 并且嘉年华的油耗偏低 所以当代步车是个不错的选择 第四辆别克凯越 同样也是13年左右的凯越 搭载1.5升L4发动机 最大马力110 车主们的平均油耗在7.7升 在同价位中 底盘还行 在高速新式的表现不错 比较稳 在外观上 凯越的前脸看上去较为大旗 整体风格也是偏稳重 凯越是标准紧凑型车型 车内乘坐空间上渴 后备箱有405升 但是车内的储物空间比较少 门板上的储物格 无法放矿泉水 再就是凯越的车喇叭 不是在车标处 而是在扶手的大拇指处 转向的时候按喇叭可能不太方便 并且方向蛮偏重 女性可能会不太习惯 总的来说还是不建议纯小白入手 第五辆大众Polo Polo的年份可能要早两年 在11年左右 11年的Polo可大致分为1.4升和1.6升两个版本 最大马力分别为86和105 起步较为一般 但加速还不错 车主们的平均油耗在6.8升 车内的乘坐空间分布偏向于前排 导致后排空间较小 成人会劣迹 坐小还会比较合适 Polo分为两箱版和三箱版 后备箱的容积分别是250升和420升 并且车尾没有防撞梁 比较离谱的 再就是后轮是鼓杀不是叠杀 这就是大众的有些不厚的 第六辆大众捷达 年份也还是13年左右 捷达可大致分为1.4升和1.6升两个版本 最大马力90和110 要比Polo大上那么一点 车主们的平均油耗也比Polo低一些在6.4升 不过捷达在怠速的时候 发动机的声音会比较大 同样起步偏弱 只有转速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好一些 作为紧凑型车 后排空间较为合理 不会显得拥挤 但后排的地板有些偏高 后备箱的容积466升 和Polo一样 车尾没有防撞梁 和后轮是鼓杀 手杀的设计也不太合理 需要先将扶手扳起 在外观上 13年的捷达迎来了一个改款 让捷达显得更年轻一些 第七辆极力地好 这也是这些车中能选的 年份最小的一辆车之一 能买到16年左右的 捷达主要可以分为1.5升和1.3T的版本 同样是搭载L4的发动机 最大马力分别为109和133 不过1.3T的版本会有些难买到 车主们的平均油耗在7.8升 起步较慢 上坡吃力 这基本是算通病了 减震器偏硬 不过储物空间还不错 后排配有可收放的扶手杯架 不过后排没有空调出风口 会有些难受 三箱版的行李箱容积出色在680升 两箱版为390升 因为年份较新 所以配置也会好一些 有一键启动等等功能 在外观上也会显得年轻一些 第八辆长安异动 也同样能买到16年左右的 异动都是搭载1.6升L4发动机 最大马力GDI版的为128马力 普通版的125马力 车主们的平均油耗在7.4升左右 同样因为年份较新 配有上坡辅助 但上坡比较费力 低速行驶可能会有错误感 高速行驶风噪较大 不过高速较稳 多功能方向盘和倒车辅助等功能也都有 总的来说 如果你想买年份较新一些 地豪和异动是个不错的选择 想要买乘坐空间大一些的 异动和地豪依旧是不错的选择 满足日常出行 但对后备箱大小有需求的 地豪和308不错 想要车辆更省油 杰达Polo和嘉年华不错 新手练义车 不推荐世家凯越 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 开车不和打游戏一样 有新手保护器 只要拿到了驾照 不管你开的是新车还是旧车 都是要为你的行为负责的 如果上述没有你中意的车型 你想要自己找车的话 这里也简单讲一下如何寻找 首先 尽可能在市场保有量大的车型中列选 年限较长的二手车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毛病 保有量大意味着零不见好找 维修价格也会更加便宜 确定好车型 之后可以用汽修宝这个软件查一下 这款车开久了以后 大概会有哪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你能不能接受 实地看车这种偏专业性的工作 还是请专业人员操作会比较稳妥 并且每一辆二手车的价格都不一样 而影响价格的因素 主要为年份公里数事故 所以基本上都是一车一架 这里也简单说一下 对于汽车事故严重程度的判定 首先汽车可以大致分为三部分 结构件 加强件 覆盖件 可以简单理解为汽车的骨头 肌肉 皮肤 结构件也就是车的主架 是不可更换的部件 结构件坏了就好比骨头断了 生物可以自愈 但汽车不行 只有通过板筋或者焊结的方式进行修复 但是很多肉眼无法看见的裂缝 是无法修复的 这些都是暗兵 要知道汽车事故受到的撞击力也好 冲击力也好 可是非常大的 所以结构件受损 汽车整体的安全性就会大幅下降 存在极高的安全隐患 这类车基本都被定性为大事故 虽然这类车的价格偏低 会脱离市场价 但出于安全考虑 非常不建议大家购买 加强件 也就是汽车的一系列可更换的强化保护结构 比如防撞梁 尾板之类的 这里说一下 如果是塑料材料的水箱 是不算做加强件 只伤到了加强件 如果不做更换 只维修的话 虽然没有那么严重的安全隐患 但总体的安全程度还是会有所下降 所以只有加强件受损的车 可能会被定性为中等事故 这类车可以考虑当作备选 覆盖件也就是车门 机舱盖 后备箱等等部件 因为正常在行驶过程中 刮蹭是在所难免的 如果只是有轻微凹陷 掉漆 对整体的结构影响不大 所以一般会定性为小事故 或者正常磨损 这类车可以作为主要的挑选对象 总的来说 二手车最怕那种看不见的暗闭 这种看不见的暗闭是最致命的 好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想看其他价位的推荐的话 不要忘关注我们哦